歡迎收看今天星期二頻道的台灣新聞 今天在台灣有些有趣的台灣社會新聞 有個阿sir 因為經常在街上取締一些車輛的違規 搞到有些事發生了 在台中一個阿sir 一個交通警察 因為經常取締一些沙蛇車超載 超速 因為這樣 懷疑有沙蛇車的老闆派人去到警察門口 盯著他的上班 下班時間 他的同事也問會不會下一步跟回家打他 時代力量就痛批 罵 警察都是為大家把關道路安全 不過自己人身安全 現在受到威脅 警察的範圍就是要叫沙蛇車停車 檢查車斗沙蛇有沒有超載 就會要求那些車過綁 這些就是那些阿sir 的日常職務 有個阿sir 因為太認真地取締 搞到被這些老闆監測行蹤 阿sir 就說這幾個星期 有兩間沙蛇車的老闆 進駐派出所的出入口 跟蹤和通報 直至避開阿sir 出勤的時間 阿sir 的同事也批評沙蛇車的業者 為了躲避這些阿sir 的罰 無所不用其極 還曾經接過大車司機打來警察 打探阿sir 的上班 下班時間 就怕之後會不會跟回家 這個阿sir 厲害了 今年到現在已經做了65張牛肉缸 有一半以上 即是三十多鐘都被阿sir 弄出來 想不到現在被人做眼中釘 沙蛇車的罰則是這樣的 如果你超載就罰一萬起跳 台紙一萬起跳 噸數不同 每一公噸加一千到五千 如果你拒絕過榜 直接罰九萬 每次都罰一萬元 就是因為這樣 罰到肉痛 搞到阿sir 才被人盯上 即是被人看著 警方就說會加強一個維護派出所附近安全 會截查可疑人物 讓同人安心執法 這就是台灣警察的事情 如果香港那些 那些不理啦 那些 那些 好啦 再看第二單台灣新聞 那 那 有個人自稱是 較早前大火的受災戶 那 就 騙貨金啊 跟那些某某俱樂部的記者一樣 就是 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 那 台中市這個 較早之前呢 引發 多人傷亡的火警 有個男人自稱是 在那裏租屋 租到大火波及被斷水斷電 沒有地方住 又沒有被政府安置 結果呢 社會局 即是社署 台灣的社署 和警方的追查 發現這個男人 就是一個通緝犯 他向善心團體求救 說自己沒有錢 已經在網巴住了一個星期 那 善心人士去到他火災地點確認 緊急支援了他一萬七千元 給他租屋和吃飽肚 啊 為了拿到這些善心團體的信任 這個男人 不單止跟對方翻回火災現場 還俄稱住在那裏的七樓 因為斷水斷電 住不了 前一日 即是 事發當日的前一日 就聲稱就說 社會局自諸不利 啊 自稱受災戶的通緝犯呢 現在就已經被人抓了了 啊 因為呢 那時候 社會局到場了解啊 就發現他根本不是住客 但都想著找辦法幫他 不過這個男人呢 死都不肯給身份證 那之後呢 原來這個男人呢 是兩條 犯了兩條罪的通緝犯 一條妄礙自由 即是禁錮啦 已經呢 當年在這個基隆法院呢 就判了坐一百日監的 現在都還沒有坐牢 真的被人在通緝中了 第二宗呢 就是 毒品案 是這個法院呢 就 傳召不了他 所以呢 基隆地檢處 已經發出了這個通緝令 不過到現在都沒有抓到人 那現在就抓到了 因為這個人呢 現在就因為 身份證是通緝犯 沒有地方住 所以就騙人了 那公益團體 即是善心團體 說這個姓莊的男人 一開始呢 是主動發Messenger 跟他們求救的 那雖然他首先找了理長 即是區議員 他說理長呢 沒有用 自己呢 就快生存不下去了 他們秉持好心 救急救的人 亦都回回火場求證 估不到這個 阿叔呢 濫用愛心 啊 負責這個案件的阿Sir強調 已經掌握姓莊的男人的身份狀況 傳線索 拘捕人 那發現是通緝犯 日人可以舉報 呼籲 這傢伙盡快出來投安 坐完牢 還可以重回社會 那就是說現在這個人呢 就是現在這個人呢 還逍遙法外 啊 現在騙了17000元 逍遙法外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有下一單的新聞了 好了 剛剛好幾天頭皮之後 剛剛才戴安全帽 啊 好痕 好痕 那下一單新聞呢 這一單說出來會黃標的 你看看先 嗯 嗯 唯有 唯有 唯有就 不說那些敏感字的報道來報啦 那又是台中市啦 啊 又是租屋 租屋的時候被人欺騙 那麼 那麽 台中市一個姓詩的男子 呀 讀大學的時候 又租到退學 之前呢就不滿意在學校外面 租屋給房東 多收錢 收多了錢 因为这样打算找房东报仇 他想了一个堆垃房东的计划 假扮想租屋 那时带他在屋的一个姓卓的康奸 明知对方和自己无仇无怨 之后就做出一些很凶狠的行为 令这个康奸就伤寵不致 落网的时候 这个男子竟然说了一句 说杀人很爽快 检察方法院要求死刑 但是医院销定这个男人有阿斯柏格症 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是台湾译名 就说这个阿斯柏格症 从小没有同理心 有人际互动障碍 不过仍有矫正教法之可能 所以日前法院一审二审 都判无期徒刑 即是不用死刑 这个男人犯案之后 是去到态度重用 即是假扮没事 去到附近的一间庙 洗血迹 之后便便宗搭巴士 去到台中一中街走街 走了三个小时之后 放回电单车 即是放回电单车的停泊柱 即是试图固怜怯 即是试图固怜怯 即是制造不在场证据 即是警方接报到场 即是展开调查 隔日按发局之后 凌晨四点钟 就在男人的租屋处 顺利抓人 警方就录口供的时候 这个男人说了一句 杀人肯爽快 现在都未向对方家属道歉 甚至乎要求进行精神鑑定 这个检察方以这个 凶杀案 凶杀杀人罪起诉 要求法院求处死赢 与社会永久隔绝 台中地方法院審理之后 法官查出这个男人 在2013年讀大一的时候 自己一个在外面打工 赚生活费给房租 认为姓王的房东 收高价的租监 累积不满的情绪耿耿于怀 所以就想伤害对方了 医院销定情况 说他有阿斯帕格证 之后 虽然恒劣和空残 但未达到这个 需要永世隔绝 永世隔绝 一审判他无其同刑 剥夺公权中生 但现在检方不服上诉 有教化之可能 台湾就是这样 台湾就是这些法官奇奇怪怪的 我个人意见是谷一下谷一下 今天星期二频道的新闻到这里 多谢各位 拜拜